買房貸款一定要選擇等額本息 你連等額本息和等額本金的區別都不知道 你怎麼可以選對貸款的方式 又怎麼可以買房賺好錢 等額本息是每個月還款總額都一樣 而等額本金是前面還得多 後面是越來越少 等額本息的總利息加起來 確實實是要比等額本金多很多 但你考慮過沒有 什麼叫通貨膨脹 將通貨膨脹考慮進去的話 你到最後一計算 反而賺得多 錢是越來越不值錢的 這個你不知道嗎 等額本息就是在錢不值錢的時候還給銀行 而等額本金剛剛相反 在錢值錢的時候你還給銀行 我們再來說另一個問題 買房到底是貸款好還是存款好 這個還需要問嗎 房貸是國家給我們普通人的福利 房貸也是我們普通韭菜 抵抗通貨膨脹的武器 國家將這麼好的武器送給你 你不用白不用 甘願被人收割 你買了房 規劃好自己的家庭財富 剩下的錢瀟灑生活 這樣叫防奴嗎 全款買了房 全家正在褲子 不敢吃不敢穿 那還有什麼生活質量可言 我覺得這樣全款買房的 才算是防奴 我是老林 要買房 請問我